大家好 我是史丹利 今天剛登上一軍的新球隊 抬抗雄英 在開季六戰拿四勝之後 接下來一路南下 最近18戰只拿兩勝 在5月7號隊富邦 吞下本季第六次被玩封後 紅總也難以怒氣 之前球隊現況很麻煩 雖然抬抗現在絕大多數都是新人 但也有不少中生代具備經驗的選手 而紅總氣的點正是 連中生代有經驗的選手都打不太出來 撿到關頭就三陣 連要碰到的球都很難 真的很頭痛 那說到抬抗現有的中生代 有經驗的選手 馬上就聯繫到兩個人 竟然成績確實都不好 一個是前不久就已經分析過的陳文傑 另外一個就是藍英倫了 本集影片我們就來聊聊藍英倫的低潮 看看從桃園被交易去抬抗了他 遇上了哪些問題吧 首先當然得從藍英倫為何會被交易說起 2013年選秀第七輪入隊的他 成績是LAMGO建立三連八王朝的攻城 在於均穿起的速度非常快 新二年就攪出 單機三成以上的打擊率 附帶20道的成績單 入選明星賽也被帶進台灣大賽 贏得優秀拳賞 由於藍英倫總是在外野東奔西跑 左撲右撲 上來後來常常怒吼 振奮實氣 瓶頸十足的鬥志 深受球迷喜愛 卻因為非常容易受傷 背數很像桃園版的潘武雄 是院長的等級 但藍英倫並沒有因此退縮 他曾經說過 這裡還是會繼續全力以赴的拚 因為拚不等於就會受傷 一個直接拳人上場比賽 怎麼能夠不拚呢 2017年藍英倫總算健康回歸 也趕上了LAMGO的三連八時期 他主要正手右外野 搭配周愛的王伯龍 還有左外野的朱玉賢 三人都有雙回數拳尾打的能力 藍英倫也在這三年間 拿了兩座外野最佳十人獎 有滿長一段時間 扮演開路先鋒和彈頭的角色 我對LAMGO時期的藍英倫 還有一個很深的影響 就是跟陳宏文的愛恨情仇 最初殺在新年年時 藍英倫先在某一場比賽 主要領先四分十道雷 隔天就愛了陳宏文的促神球 被打到右膝上方 當場倒敵不起 非常嚇死的藍英倫 啊~~丟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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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到藍英倫的腳 哇藍英倫真的痛得在地上打滾啊 滾了五六七八九十圈啊 這個腳是他吃飯的家伙耶 只有一次喔 所以洪總總教練這邊是跟主審裁判 江川偉先生說他是不是故意的 洪總賽後非常神奇 說成文這個白白鷹啊 百分之兩百是故意的 但陳宏文不以為意 後來還跟廠商合作 出了一款白白鷹啊踢 拿來分送給隊友 藍英倫對於自己挨打 則沒有太大反應 反而霸氣的說沒關係 下次一定會討回來 後來他還說到做到 其他對陳宏文四十四之十五 打擊率高達三乘四一 而且有五發紅不讓 特別在2017年轟最多 真的是君子報酬三點不完 然而進入熱天時期後 年紀三十的藍英倫 地位漸漸被其他年輕的外野手取代 先有球單後有沈進 把藍英倫擠到了板凳上 雖然他在場上還是很拚 但首輩卻也隨著年齡退化 越來越常出包 加上時常受傷的關係 在2021到2023年加起來 一軍出賽大概只有100場左右 漸漸成為了熱天戰力藍圖外的選手 在被熱天交易前的那一年 藍英倫合計25場一軍出賽 OPS加二來八十七 相比巔峰時期在110到120之間 確實有一段落差 但其實也還沒有到不能打的程度 特別在場打能力這一塊 ISOP來到0.126 高於聯盟平均值不少 那台剛本來就在尋找有經驗 而且具備長城炮火的打者 所以他們會找上藍英倫並不奇怪 而且紅總從藍英倫新秀時期 就非常欣賞他的拼勁 認為他無論外型、內在、攻擊角層 都具備明星球員的特質 總是面帶笑臉練起來非常認真 唯有一點要注意 就是他痛痛人的屬性 在藍英倫去台剛報到的第一天 紅總就叮囑他要減少受傷的可能性 他覺得藍英倫的力量已經很夠 缺乏的是柔軟度跟反應 所以在重訓時 標只是想拚命做很重 反而直練到大肌肉 忽略了小肌肉 必須搞清楚方向 那實際轉隊到台剛後 藍英倫也真的有把紅總的話聽進去 到現在快一年時間過去 從二軍例行賽、總冠軍賽、中繼聯盟 再到今年一軍例行賽 並沒有遇到什麼受傷缺陣的情況 而他的打擊能力 應付二軍層級的投手也完全沒問題 卻然在台剛二軍累計19場出賽 OPS加高達195 也在他加入扛下的第四棒之後 台剛二軍戰機扶搖直上 最後殺進總冠軍賽 撂倒了富邦二軍 進步到東盟 藍英倫也持續維持好的擊球感覺 幫助雄英奪冠 也因為擴編選到陳文傑 王伯龍又確定回台加盟 加上藍英倫的話 台剛外野就有三位距離軍時機 很可靠的戰將 理論上不用害怕活力疲乏 也是季前分析時 外界普遍認為台剛最不需要擔心的地方 沒想到正式開季後 台剛外野卻沒有我們想像的好 左外野的王伯龍從日直回歸後 沒有以前在冷靈狗那麼屠殺了 當然打擊能力還是維持得不錯 可是守備卻滿常有粗暴的情況 無論是備力或者防守範圍 都比以前那個能守中外野的大王還差 中外野的陳文傑 從兄弟轉隊過來卻遇到嚴重低潮 不但長打消失了 連短程安打都擠不太出來 擊球跟選球都出現了蠻大的問題 現在是以守備能力生存在一拳 雖然紅總說會讓他長打 但什麼時候耐心會突然用光 我們也不知道 另外野的部分 其實紅總主要是給自賠出生的夜寶第機會 結果打到現在 他的OPS家只有15 前幾天還因為一個短打失敗點成三陣 讓場邊的紅總臉色鐵青 甚至嘴巴唸唸有詞 那萊維倫呢 他會在右外野跟DH之間 輪流拿到機會 但主要是打DH 很明顯在紅總的心中 萊維倫的防守能力已經退化 沒有好到非上場守備不可 而且抬高需要的是萊維倫的棒子 但又怕他受傷 所以其實不讓萊維倫守備 也是為了他好 只是他開機以來面臨的打擊低潮 讓他在DH的初賽也沒有那麼固定 紅總有時候也會讓他做板凳 安排魔影去打DH 我自己觀察 萊維倫目前遇到最大的問題 是來選球這一塊 他過往的攻擊型態 本來就不是僅剩選球類型 觸碰上比較積極 平均保送率大概落在5-6%之間 略地獄聯盟的平均值 可是他今年是極端到 每一個保送都拿不到 截至5月8號賽前 已經60個打席了 只有一個畜生球 試外球保送數則是掛0 除了選不到保送以外 萊維倫的揮空率也在今年直線飆升 從過往17-19%之間 來到成長新高的23.5% 特別在好球在下緣 內角低跟外角低的位置 是萊維倫的揮空熱區 現在多數投手跟萊維倫對決時 都會選擇變化球 放在低角度位置 不論是滑球、曲球、變速球 或者直插球 萊維倫都很容易揮空 其中就以滑球的效果最佳 萊維倫對滑球的打擊率只有0.063 揮空率逼近30% 可是如果看萊維倫去年 面對滑球的成績會發現 他原本是蠻會打滑球的 去年對戰打擊率突破3成 揮空率也沒有那麼高 但今年卻不知道為何變成了招門 被各隊投手針對 在選球出狀況 平民出棒卻打不太到球的情況下 萊維倫今年佔上打擊區的威脅感 就降低了非常多 目前13隻安打中也只有一隻長打 還沒有開空記錄 OPS加只有37 連樂天時期 他打打停停機會很少的時候 OPS加也大概有70-80的水準 跟過去相比 可以說是一個斷崖式的下跌 讓紅總最不滿意的 應該是萊維倫在球隊需要時 他的棒子不但沒有發揮 反而還更冷 今年遇到德倫圈打擊機會14次 萊維倫只有兩安 一分能打點 打擊率1x43 比他平常適合2x20還要低 這一點跟陳文傑一模一樣 陳文傑是得點圈14隻令 連一安都擠不出來 兩個人連手還吞7K 甚至比曾子佑 張兆元這些年輕選手還要軟手 也難怪紅總會這麼失望 但跟陳文傑相比 萊維的危機意識真的要更強烈一點 因為他的年紀比陳文傑大很多 現在已經34歲了 有豐富的傷痛使 幫助你退化 若不是來到星球隊 他可能連一軍機會都很難爭取到 而且陳文傑的成績 有BABIP偏低趨勢 很大一部分是運氣值低落 安打被沒收了很多隻 繼續打下去應該有機會反彈 但萊維的BABIP是0.283 跟聯盟平均的0.316 並沒有差到非常多 從實戰也能發現 他的擊球狀況真的不佳 那也無效飛球的比率 居然高達15.2% 這對打者來說是非常不妙的 前陣子我進場採訪時 也有在賽前康宏一中總教練 跟路易士打擊教練 針對萊維的姿勢、動作 給予很多意見指導 賽前練習時 兩個人也緊盯著他打擊 看得出來他們對萊維倫 還是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趕快恢復手感 來幫助到球隊 由於台剛目前板凳深度不足 就算是DH的位置 暫時也想不到什麼 比萊維倫更好的選擇 就算是魔影版DH 一壘交給王伯璇 他的打擊期待感 也沒有比萊維倫大 所以短時間內 萊維倫只要健康 一軍地位應該還不會被喊動 但參與來看 今天的選秀後 甚至年底戰內外 各隊再丟出一些人 台剛吸收過來 肯定就會有一波補槍 萊維如果沒有打出成績 明年恐怕就無法再拿到那麼多出賽了 希望他能夠好好把握現在 千萬不要讓這個難得的轉隊 東山再起機會 就這樣飛走了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你擔心萊維倫的低潮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吧 我是萊維倫 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